MSN和Skype整合很多人感到相當不捨 但有人看準了MSN和Skype整併後的龐大商機 他們認為Skype的強大視訊功能 在人手一支智慧型手機的時代 其實更有發展的空間 利用智慧型手機登錄Skype和朋友對話 這是Skype原本就有的強大視訊功能 也是MSN與Skype合併後最令人期待的功能 微軟在2010年以85億美元的天價買下Skype後 便計畫讓MSN退休 因為微軟知道Skype的潛在商機更大 用戶其實是越來越多 包含其實美國有eBay eBay也是用Skype在做一些聯絡處理 而且Windows 8裡面本來就有內建的Skype 所以我覺得是有一個還滿大的加分 儘管3C達人看好 但MSN的忠誠使用者還是相當不捨 會啊 登登登 好像是一個小小的末日到來 因為MSN它消失了 以前那些日常都不會再有 不論是不捨還是擴大商機 MSN即將成為歷史 若想在眾多社群通訊軟體中脫穎而出 還是要看消費者買不買單 UDN TV戴君穎綜合報導